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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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機不錯啦 但是我還是憑感覺 那格西呢 按照佛教理論說 按照佛教的教法來說 這兩個都重要吧 所以各位可以思維一下 有問題可以舉手 他說請問法師 傍晚施食眾生的食物 在傍晚可以把食物先供在佛前 再拿下去施食眾生嗎 佛教沒有反對 就是說今天你這個食物是清淨的 那你要先把這個食物 為眾生先供養 讓他有福報 然後再把這些食物呢 來下施給眾生 這也是個很好的做法 就為他上供下施 好 來 有問題的舉手 好 阿彌陀佛師父 我半年前 我女兒跟她男朋友去洗禮基督教 然後我孩子很孝順 所以我也去祝福了她 連在三個月前我進醫院 她的一片孝心就是把 把耶穆所賜給她的愛 有時會那請我去教堂 所以師父 我這樣有沒有放戒 完全沒有 因為我也經常去教堂 因為我是 我是基督教的 因為我去教堂我動機不一樣了 我希望 那些辦法都是活法 所以你做媽媽的 更應該不要讓女兒有壓力 也就是說 你要祝福她 在她上帝的信仰裡面 能夠按照她的聖經 做一個很好的信徒 但是你如果先尊重她 你要一直想尊重她 她也會尊重你 所以但是你也要祝福媽媽 因為媽媽也要去一個 一個很好的清靜的世界 我覺得英文講得很好 Pure Land 對不對 英文講得很好 一個這麼快樂的世界 那邊沒有生老病死 大家都變成阿彌陀佛 你也描述給她聽 但是首先你一定要先了解她們 祝福她們 所以這個無所謂 老實說你陪她三次基督教堂 搞不好她會陪你一次來拜佛 但是如果你一直跟她 就不行了 所以我在這一點 我想佛法為什麼講空性 空性叫你不要 凡所有相法上應捨 就是說佛法 它只是一個讓別人離苦得樂的方法 而不是她不是一個教義 教條式的東西 所以我們對她們有這個教條式的想法 寄予同情而已 她只是給你一個方法 所以在這一點 我想我們必須表現得更好 更寬容 然後她們在念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拿起來念 我覺得聖經寫得也不錯 這樣 只是我們希望所有神的弟子 都能夠到神的世界 乃至當然因緣成熟 她也 因為佛修行不是這一輩子 但是你讓她對你有好感 她就種下一個將來的 成為佛弟子的因 如果她真的到天上了 她就會了解佛法了 因為天人就看得到佛的世界 或是知道世間了 好 祝妳美滿 阿彌陀佛 哈利路亞 師父 阿彌陀佛 我是帶義工們問 法會上八關 受八關在解 義工們如果有瘦的話 就是天氣太過熱 衣服就會有些人會敏感 生那些一粒一粒 那麼沖羊他們是沖清水的話呢 過後癢 一粒一粒癢的時候 他們可以查一些藥嗎 一定可以的 這個藥 它不是為了漂亮而差 對不對 藥它就是因為身體的癢啊 病啊 所以在這一點 我就很聰明 我到新加坡參加法會 我內衣都戴兩三件 因為我裡面都濕的 然後我就跑進去就換一件 然後另外一件就放在那邊 慢慢讓它涼 慢慢讓它乾 然後回來又把它那件換起來這樣 我有時候會把它弄弄水 沖一下 所以我已經習慣了 所以裡面換了兩三件 所以當然 流這麼多汗功德很大 因為這個世間你想要去幫助眾生呢 反正都一樣痛苦 所以我們出家人就在修這個忍 我們出家有十忍 就是對於冷啊 熱啊 雞啊 渴啊 蚊子啊 這些我們都要忍受 所以 而且能夠如如不動 你們還可以穿短袖呢 你看我們這裡面都長袖 裡面又一件長袖 要兩件長袖 然後還要 我們總共這樣一穿至少要三件 一定要三件 然後再套海青袈裟 四件 五件 然後再很微笑 再加一個帽子 天啊 然後再給你坐高一點 又打光 天啊 然後已經都有習慣了 後來我發覺 這樣身體就舒服了 為什麼 那麼以前天天吹冷氣 然後病多一點 現在天天排汗 身體就很舒服 很舒服 但是身體當然就是油啊 濕啊 但是習慣了 所以 因為我認為修行是一種法 我專心在佛法的快樂 而不追求世間的快樂 世間永遠都是不方便苦的 就唯有佛法給我們快樂 就像各位手八彎摘戒 肚子餓 心裡很舒服 但是你已經破戒吃飽了 那心裡就怕不舒服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當你有道德慈悲的時候 那是最快樂的 超越金錢的快樂 你就不需要去追求世間的快樂 好 再給我們這些 辛苦 穿到 衣服都長疹子的菩薩 菩薩 菩薩 我們出家人長在哪裡呢 我看他們很多晚上都很晚睡 早起來 每天要做很多事 他們後面都長了很多紅紅的疹子 頭後面 所以我們一裡光頭 後面都青春動 因為他們幾乎在漢傳的出家人 沒辦法都有這種磨念的過程 好 還有問題嗎 師父阿彌陀佛 我有一個問題 前兩天 我的房間租給一位夫婦 她的媳婦是媽媽贊成的 連她要生寶寶 在新加坡沒有地方 我就把房間租給她 連她的孩子3月12號出事 直接就往生了 連爸爸媽媽也不看她 就把她丟給醫院 也沒有跟她埋葬 我身為一個屋主 我要怎樣來幫這個嬰兒 師父阿彌陀佛 小孩子是吧 對嬰兒女的 她一出生就往生了 給她取名叫 吉妙 吉妙的吉 唯妙的妙 來 吉妙 歸佛歸法歸身 歸阿彌陀佛 歸地藏菩薩 歸佛進 歸法進 歸身進 那麼不動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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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享功德 同身淨土 好 那我想我們能做的就是 對她慈悲 好 然後 勢必這個小孩子跟你有緣 好 就是 透過這樣租房子的因緣 然後 跟你結上這個緣 好 那我們 還是用一個悲心 超渡她 而且我認為超渡不是很困難 超渡是你的 你的 對佛 對三寶的信心 跟對這個被超渡者的悲心 她一定接受你的愛 好 雖然我們不能保證她一定什麼往生淨土升天 但她至少非常感謝給她這個祝福 所以我很喜歡這樣 每次人家告訴我 我就會在這邊唸一分鐘兩分鐘 很認真的幫她唸 那我們平常又累積了很多功德 翁阿翁回向給她 這樣 所以來再唸一次 翁阿翁 所有功德 回向所有出生下來 而捨抱的胎兒 所有被墮胎的胎兒 夭折的胎兒 法號集餘 哇 通通他們都詭異了 來 歸佛歸法歸身 歸佛歸身 歸佛歸阿彌陀佛 歸佛盡歸法盡歸身盡 歸佛盡歸身盡 我們幫她唸七遍 歐馬尼悲美佛 希望她們得到我們慈悲心的加持 她們往生淨土 來 歐馬尼悲美佛 回向極妙 得身淨土 得身淨土 好 這個我做一個示範 就是說 當你想到你的墮胎胎兒的時候 那你就幫助所有被墮胎的胎兒 那個時候你就會生起一個悲心 更大的快樂 你想到光你想到你自己墮胎的胎兒 有時候你是傷心啊 懺悔啊 還不夠力量 但是我們想到更多的眾生的時候 我們生起悲心的時候 哇就一心祈求歐彌陀佛的加持 所以祈求地藏菩薩的加持 然後來幫助更多的同類的痛苦 幫助完以後 再回向給你要回向的對象 她得到的功德更大 事實上她有沒有超度 看你的心就知道 如果你的心那個時候 很有信心 很悲心要幫助對方 她超不超度啊 一定的 來我們現在做個焉供啊 來 當願眾生 消除業障 累積功德 離苦得樂 供養具備功德